欢迎来到我们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令人瞩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经过长达七个月的奢侈婚前庆祝活动 亚洲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小儿子阿南特在孟买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盛况空前 宾客名单包括国际巨星和政要 婚礼庆祝活动将持续三天 接下来日本北部山形县议会通过了一项有趣的法令 鼓励居民为了身心健康 每天至少要笑一笑 并将每月八日定为笑生日 希望借此降低心脏病风险并延寿 最后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上 吸引了超过2300万人收看 尽管他在记者会上出现了一些口误 但仍然引起了广泛关注 成为今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转播节目之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州网报道 经过长达七个月的奢侈婚前庆祝活动后 亚洲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小儿子阿南特终于在孟买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礼庆祝活动将持续三天 从传统印度教婚礼仪式开始 接着是盛大的招待会 婚礼耗资高达5000亿印度卢比 邀请了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沙蒂阿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员阿民纳瑟尔 卡戴山姐妹等知名人物 为了接待大量宾客 印度警方还计划在婚礼场地周围实行交通管制 新郎的父亲穆克什净资产达1160亿美元 排名世界第九 亚洲第一 新郎阿南特负责集团的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扩展业务 而新娘迪卡是印度制药大亨的女儿 目前在家族医疗公司担任市场营销总监 今年3月 安巴尼家族曾为阿南特和迪卡 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婚前派对 邀请了1200名嘉宾 现场群星云集 成为各大新闻头条和社交媒体的热议话题 星州网报道 台南区一会理事长林世杰遭枪杀案有了最新进展 专案小组在高雄人舞区逮捕了一名27岁的张姓男子 张男友掳人勒索前科 警方在他气质的车辆内 发现了口罩和采样 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 昨天下午 警方在他工作地方跟监道住家 趁他在换衣时一拥而上 将其制服在地 警方还在嫌犯户籍所在地男子区和人舞区住家进行搜索 但未发现枪弹 嫌犯被带回台南市警六分局调查 今早专案人员展开进一步询问 厘清相关案情 星周网报道 日本冠病疫情缓不升温 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表示 夏天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感染扩大 呼吁民众做好防疫对策 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 政府除了持续宣导咳嗽礼仪及消毒手指外 也会关注疫情动向 采取适当防疫措施 广岛县从7月1日起的一周内 每处医疗机构平均感染人数为6.1人 疫情持续缓步增加 广岛县政府已发布首桑冠病疫情注意报 希望减轻对医疗量能的负担 尽管目前未发生医疗紧迫的问题 但政府仍将密切关注疫情发展 呼吁民众尽可能做好防疫对策 星州网报道 日本北部山形县议会近日通过一项独特的法令 鼓励居民每天至少笑一笑 以促进身心健康 灵感源自山形大学的一项研究 研究发现笑可以降低心脏病风险 并有助延寿 法令还要求企业营造充满笑声的工作环境 并把每月8日定为笑声日 尽管这项法令由自民党成员提出并最终通过 但也遭到反对党的一些批评 认为其侵犯了基本人权 山形大学的研究表明 笑的频率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显著关联 调查显示经常大笑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较低 寿命更长 星州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闭幕后 举行了近八个月来的首场记者会 吸引了超过2300万人收看 超过了2024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收看人数 拜登在记者会上出现了几次口误 包括将副总统贺锦利物称为副总统特朗普 引发了关于他高龄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广泛讨论 尼尔森数据显示 记者会吸引了大量观众 尤其是55岁以上的观众 拜登的记者会在主要电视网络播放 成为今年以来除体育赛事外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转播节目之一 显示出公众对其健康状况和竞选连任的高度关注 星周网报道 美国民主党的24名前国会议员发表公开信 敦促总统拜登让其他人竞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封信对81岁的拜登来说是又一次打击 特别是在他与特朗普的辩论表现不佳后 信中提到 拜登可以通过放开以承诺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给他的代表们 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 联署的前议员们认为 有能力的民主党候选人将会挺身而出 带来兴奋和乐观 尽管拜登强调他计划继续参加竞选 但他在健康状况和精神敏锐度方面的担忧依然存在 信中还警告 如果民主党失去国会席位 可能会面临共和党完全控制联邦政府的风险 星周网报道 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向一个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显示出他在美国政坛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知情人士透露 马斯克向名为America Pact组织捐了巨额款项 但具体金额尚未披露 这一举动表明 马斯克这个自称政治独立的人士 正在通过自己的平台X支持右倾观点并攻击民主党 尽管马斯克尚未公开支持2024年大选的任何候选人 但他此举为自己成为共和党的重要金主创造了机会 此前 特朗普在筹资金额上已超过拜登 因华尔街和企业金主纷纷解囊 而民主党金主因辩论灾难性表现而收起支票簿 报道指出 特朗普若赢得大选可能会聘请马斯克为政策顾问 两人曾讨论过经济和边境安全政策 星周网报道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泌尿科医师 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格莫菲指出 从专业角度看 拜登已表现出认知衰退症状 民主党内对拜登的反对声浪也越来越强烈 已有18人公开劝退拜登 前总统奥巴马和前仲议长佩洛西也被传有意换败 莫菲在设媒上表示 拜登在辩论中显现出认知衰退特征 白宫和政界人士隐瞒了拜登的健康状况 他强调美国需要一个能在危机时刻站稳脚步的总统 但拜登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 乔治·克隆尼和迈克·道格拉斯等名人也表达了对拜登参选的担忧 消息称克隆尼曾投书《纽约时报》呼吁拜登退选 奥巴马事前之情却未阻止 奥巴马对拜登能否连任越来越怀疑 这已成为华府公开的秘密 星州网报道 广东东莞11岁女孩欢欢因腹部剧痛前往医院就诊 检查发现她的胃腔和肠管里有大块毛絮状结石 几乎塞满整个胃 经过近一小时的腹腔镜手术 医生成功取出一块38公分长 15公分宽 10公分厚的坚硬毛发结石 欢欢的父母三年前就发现她喜欢把头发吃 屡次劝阻无效 医生表示 这种行为是长发公主综合症的典型表现 多发于5至15岁女生 家长如发现孩子喜食义务 应关注其生活习惯 异常行为及心理变化 并及时就诊 目前欢欢恢复状况良好 专家指出 长发公主综合症由生理 环境和心理三方面因素形成 缺铁性贫血 家庭关系不融洽 精神积换等都是可能原因 星周网报道 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在密歇根州诺斯维尔市的一家餐厅 对选民表示 他的身体状况良好 试图在这关键摇摆州 重振他的竞选活动 拜登强调 我们必须完成工作 并表示自己仍然适合连任 然而 随着民主党内部 要求他退选的声音日益高涨 拜登的竞选之路并不平坦 特别是在上个月27日的辩论中 表现不佳后 已有19名国会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不要寻求连任 尽管如此 拜登仍然获得了一些 重量及民主党人的支持 如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克莱本 和加州州长纽瑟姆 他们都表示会坚定支持拜登 然而 拜登在其他地方的支持度正在减弱 甚至有两名国会议员呼吁他退出选战 拜登的竞选团队 正在努力遏制倒戈潮 并与多名西语裔 亚裔人士和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通电话 希望能稳住局面 星洲网报道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的猎鹰9号 火箭在太空解体 导致运载的20枚星链卫星注定损毁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因此下令停飞猎鹰9号 直到SpaceX查出故障原因 并修复火箭 这次故障是猎鹰9号 7年多来首次出现 打断了SpaceX连续300多趟 成功完成的任务 SpaceX执行长马斯克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试图重新点燃引擎的行动 导致引擎RUD 快速飞计划解体 SpaceX表示正在更新星链卫星软体 让卫星上的推进器 发出更强的火力 以避免激烈地重新进入大气 尽管如此 这些卫星的高度非常低 地球引力将把它们往大气方向拉近 最终完全损毁 这起事件是猎鹰9号第354趟任务 自2016年以来首次发生故障 当时一枚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台爆炸 导致一枚以色列通讯卫星损毁 星洲网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一些主要的民主党捐赠者表明 如果总统拜登继续参选 他们将暂停捐赠约9000万美元 这些捐赠者认为 拜登无法击败前总统特朗普 向副总统贺锦玉等人选 才有望取胜 拜登的一些顾问 也认为他必须做出痛苦的决定 放弃寻求连任 并保证如果他退选 寻找替代人选的工作 会按部就班地进行 而不会在民主党党内造成乱局 然而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些顾问 已经向拜登提出退下的劝谏 拜登在北约首脑峰会的 国际场合尝试展示个人能力 但接连出现失误 包括错称泽连斯基魏普听 把贺锦利物称为特朗普 这些事态进一步 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担忧 部分人开始要求拜登放弃寻求连任 朝鲜怒批北约峰会宣言 称作非法文件 鼓吹新冷战 兴州网 平壤13日综合电 北约峰会府落幕 朝鲜外交部今天发声明批评 北约峰会宣言中 谴责朝鲜向俄罗斯出口武器 是侵犯主权国家合法权利的非法文件 将采取更加强力的战略应对措施 日前在美国举行的北约峰会发表 华盛顿峰会宣言 强烈谴责朝鲜向俄罗斯出口武器 对两国加深双边关系 表达重大关注 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 朝鲜外交部强烈谴责和反对该份宣言 并说这是一份侵犯主权国家 合法权利的非法文件 也是鼓吹新冷战和军事分歧的对抗纲领 声明强调 朝鲜绝不会对日益逼近的重大威胁作势不管 将采取战略应对措施 彻底遏制侵略和战争威胁 捍卫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英国监狱人满之患 政府决定释放部分囚犯减压 兴州网 伦敦13日综合电 英国政府昨天宣布 完成40%刑期的囚犯可以获释 以舒缓监狱人多击破的情况 天空新闻Sky News报道 司法部长沙巴纳马施曼德表示 假如现在不采取行动 刑事司法系统或面临崩溃 法律和秩序亦完全失灵 街头抢掠和暴动情况将发生 马施曼德一将问题 归咎于上届首相苏纳克和保守党政府 声称苏纳克过于软弱 一回避做出本可解决问题的艰难决定 导致公众对国家如此情况全部知情 他表示监狱人多击破 造成暴力问题增加 导致前线的监狱人员面临风险 斯塔莫政府表示 上届政府在2023年10月至今年6月期间 一共释放超过1万囚犯 除了犯严重罪行的人士外 英格兰和威尔斯的再求人士通常在完成一半 刑期后可获释 由今年9月开始将放宽至完成40% 刑期的囚犯 监狱官员协会估计根据新计划 大约5500名囚犯会在首几个月出狱 这些提早获释的囚犯出狱后 需接受严格监管 包括佩戴电子监察设备和遵守宵禁 假如违反出狱条件 需要再次返回监狱服刑 英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 自2023年以来 英格兰和威尔斯的男子监狱 使用率大部分时间达99%以上 最新的数据更发现 截至8日 全国的监狱只有708个空位 比最低缓冲的1425个空位少于一半 法官驳回片场过失杀人指控 亚历报德温文判落泪 星周网 洛杉矶13日综合电 美国男星亚历报德温因2021年 在片场持道具枪务杀摄影指导而受审 新墨西哥州的法官周五判定检方 未将关键证据交予辩方后 驳回过失杀人指控 亚历报德温当场激动落泪 综合法新社和英媒报道 亚历报德温2021年10月 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拍摄西部片Rest 意外枪杀摄影指导哈钦斯 成审法官索莫表示 可能与哈钦斯之死有关的子弹 本来可能对亚历报德温的案件有利 警方和检方却为适当向他的律师提供这项证据 索莫表示 检调单位蓄意隐瞒这项资料 如果这种行为为达恶意程度 肯定也是非常接近恶意 以至于显示出强烈偏见迹象 索莫说 本庭判定这种行为对被告非常不利 亚历报德温听到法官突然驳回此案后 激动落泪 若是罪名成立 他本可能面临罪重18个月有期徒刑 法官判决出炉后 亚历报德温与妻子希拉瑞亚拥抱 子子科希勒也忍不住落泪 亚历报德温之后离开法院 未接受记者采访 李士满大学法学教授托比亚斯说 此案是针对案件实情做出裁决 原告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提起诉讼 意味着亚历报德温不太可能因这起枪击事件 再次进入法庭 他说 在刑事方面 我认为一切结束了 检方可以尝试 以某种方式提起非常上诉 但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上诉法院 同意检方的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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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